在东京奥运会中 中国女排表现不佳 提前两轮无缘小组出现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名将陈晓彤 最佳复工严宁相继宣布退役 接着郎平教练卸任 这里圈备有用 郎平 目前中国女排的现状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老将们伤病带身 技术有所退步 新队员顶不上来 惊慌不接 郎平教练卸任之后 球迷们都将目光放在了新教练的选拔上 尤其是在中国派系公布了责帅专家的名单之后 更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原本球迷们还将希望放在郎平教练回归 但是这次郎平教练进入了责帅专家组的评选名单里面 可见等待郎平教练回归是无望了 并且曾经带领中国女排在雅典奥运会中夺冠的主帅陈珠和 此次也在专家评审团的名单中 并不会出任中国女排的主帅了 那么现在比较有机会扛起中国女排大旗的候选人 有可能是中国女排助教安家杰 曾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王宝泉 亚洲第一主攻守沈琼和昔日中国女排队长冯坤 而目前在这几名候选人里面 安家杰已经确定出任山东女排的主教练 无缘中国女排 而王宝泉虽然实力和成绩都比较符合中国女排的人选 但是似乎不符合中国排协公布的选帅标准 年龄偏大 因为此次中国女排的责帅人选 不仅要扛起中国女排的大旗 主要目标还是带领中国女排重新回到巅峰 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夺冠 并且可以带领中国女排长久发展 那么年龄就成为了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着亚洲第一主攻守称号的沈琼 和前中国女排队长冯坤 就成为比较热门的候选人 其中沈琼是少壮派教练的代表人物 曾经带领上海男排拿到了九连冠 曾经为了夺冠还曾叙叙明智 一直非常坚定 但是沈琼却有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就是未曾带领过女排 所以很多球迷认为她并不合适 而冯坤就不一样了 不仅在年龄上比较符合 并且职业生涯中 是中国女排主力二传 还是变战术的核心 曾经帮助中国女排获得了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不管是技术还是威信 都绝对能震慑住中国女排的队员 并且也能很好地传承中国女排的精神 而且冯坤的丈夫是泰国男排的教父 一直奋斗在教练的岗位上 冯坤虽然远嫁泰国 但是一直心系中国 如果这次可以成为中国女排的主帅 那么也能得到丈夫的支持 不过冯坤也有短板 因为未曾担任过任何球队的主教练 可能在经验上会有所欠缺 不过目前中国女排的主帅人选 还没有正式确定 几位有力的候选人都有可能 那么冯坤和沈琼 你更支持谁呢